女人心里有你却不联系你多半是这个心理 一位读者私信我说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他从来没有联系过我是什么原因呢 男人你要知道两性交往中主动的往往是男人 女人是很害羞的很多时候想对男人说我想你了 可话刚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小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过我想你 长大以后就再也没说过 你不在女人身旁的时候他多次打开聊天窗口 可不知道怎么开场不知道说哪句话你能秒回 他不想抱着手机等你的消息 他想让你收到信息后及时回复他 可有时候手机在口袋里想秒回是不可能的 只能撒等了 与一个人相处要对一个人有一定的了解 不要误会不要认为他不够爱你 没有把你当自己人 你主动和女人聊天他热情的回应你 说明他是爱着你 女人心里有你却不主动联系你 八成是这个心理别傻傻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怎么开场 长那么大没主动联系过别人 没有想过怎样开场 找什么样的话题 女人的心里有你很想一直和你聊着天 很想和你聊一些你喜欢的话题 可他真的不会 收到你的消息他会一直描回你 收不到你的消息会一直抱着手机等着 你不在他的身边 不知道他是怎样度过的 不知道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男人女人不主动找你聊天 不一定是不爱你 没有把你当回事 想知道你在女人心里的位置 就看和他待在一起时 他是怎样对待你的 女人很笨 你要理解 不要因为没收到在干嘛呢 和他吵架 更不要因为这句话提出分手 他想让你好好休息 工作一天很累 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更累 回到家里躺在床上 关掉之前设的闹钟 什么都不想 直接睡了 醒来以后 你以为能收到女人的消息 结果什么都没有收到 他很担心你 很想知道你累不累 可又想让你好好休息 所以就没和你说话 在他心里你是很重要的 在做事之前 他都会为你考虑 被吵醒之前的觉就白睡了 他不想让你没有精神 不想让你头疼 他不想影响你工作 忙着工作 手机嗡嗡响着 让人烦心 也让人分心 没把工作做好 心情就不会好 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男人比女人要忙一些 女人空闲时间 比男人要多一些 很多时候女人都想 对男人说一些关心的话 可想了又想 还是没发过去 女人认为工作 对于男人来说 是最重要的 女人不想让男人 对自己产生反感 再想念男人 再放心不下男人 也会把想说的话 藏在心里 男人你要懂女人 别傻傻地以为 女人不主动联系你 就是不爱你的表现 感情里要多一些理解 少一些胡思乱想 这样你们的感情 才会稳定 你们才会越爱越深 不想成为主动的人 男人嘴上说着 我喜欢热情一点 温柔一点的女人 实际上热情 温柔的女人 根本不会被男人珍惜 男人骨子里喜欢的 是有电高冷 有一些小任性的女人 主动联系女人 哄女人开心 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女人不主动联系你 一边念叨你 一边主动联系女人 女人主动联系你 你一边骂着 一边把女人推开 女人不想招人嫌弃 所以她不想成为主动的人 深爱着女人 想让女人一直属于你 就别让她主动了 情感济语 主动联系你的人 并不一定是爱你 不主动联系你的人 并不一定不爱你 与一个人相处 你不要看他有多主动 要看他是怎样 和你聊天的 不爱你的人 收到消息后好久 才会回你一句 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及时回复你消息 不会主动结束聊天 爱与不爱是有区别的 好好珍惜爱你的人 感谢观看